在經營那些電影教我的事以前 我們決定要看什麼電影的方法跟大部分的人一樣 大多是上網看影評或是電影網站的推薦 而其中爛番茄Rotten Tomatoes 一直都是我們的愛用網站之一 即便到了現在我們自己開始寫影評了 還是會習慣常常去上面逛逛 看看有沒有哪一部遺珠需要放到待看清單上 這個網站的歷史十分悠久 從1998年開始經營到現在已經20年了 這段期間曾經出現過在網站上的電影不下數萬部 也因此當他們為了慶祝20週年推出的 過去20年的200大電影時 我們立馬就細讀了那份名單 當每天都花很多時間看電影的我們 發現只看過那個清單上大約一半的電影的時候 有一種複雜的感覺 一方面覺得天啊,我們竟然看過這麼多的好片 一方面卻又覺得天啊,怎麼還有這麼多的好片我們沒有看過 而接著我們發現在這200部電影裡面 很巧合的有10部收錄在我們剛剛出版的新書裡 於是我們就想趁這個機會介紹一下這些你不能錯過的好電影 另外我們也將這200部電影依照類型分類 發現佔比最多的是劇情片 但是第二多的很意外的是紀錄片 再來則是動畫片 懸疑驚悚跟文藝愛情一樣 各佔約8% 科幻動作片則是最少,只佔了4% 由於每一部電影在《爛翻節》網站上 都會有影評分數跟觀眾分數兩種評分 因此這10部電影 我們會採用兩者之間的差距大小來排名 想知道哪些電影獲得影評熱愛而觀眾卻覺得還好 以及哪些電影獲得了觀眾跟影評一致好評的話 那就請繼續看下去吧! 雖然是一部超級英雄片 但是《黑豹》不管在劇情走向或是風格上 都做出了跟以往不同的突破 也成為了極少數入選的超級英雄電影 電影透過《黑豹》的故事來提醒我們 這個世界需要大家齊心合力才能變得更好 如果每個人都只顧好自己 甚至為了私利去奪取別人的東西 那只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的零和遊戲 這部電影不僅獲得影評青睞 當年也獲得了奧斯卡許多獎項的肯定 不僅男主角深刻又內斂的演出讓水柏哭慘了 而其他配角的演出也非常恰如其分 真的是一部最佳演技的教科書的示範電影 其中探討的生離死別議題 也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生命過程 因為在這一生中 我們總要學習如何和施愛道別 或許議題太過嚴肅 也可能是悲痛的感受太寫實 所以觀眾的評分還是比較保守一些 我們曾經替這部電影下過這句註解 已經失去的不應該阻止你追求值得擁有的 What you have lost to never stop you from going after what you deserve 電影敘述在一個集中營裡面負責處理屍體的男子 必須要在想要妥善埋葬一個小孩子 跟計畫反抗之間做出抉擇 而這也是一部影評跟觀眾分數差距較大的電影 但這其實不難理解 因為這部電影雖然傳達了很值得深思的訊息 但是不管是拍攝手法或是劇情走向 都帶給人一種難以喘息的壓迫感 Chris是一位才華洋溢的攝影師 非裔的他和一名白人的女孩Rose正交往著 但有一天當他拜訪女友家時 卻發現同為非裔的幫友們的行為非常怪異 進而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 這部電影不只是題材特別 也有很多地方讓人毛骨悚然 畫面中更是安排了許多隱喻的彩蛋 不僅讓你猜不到結局 還會想一看再看來拆解導演的巧思 我們曾經替這部電影下過這句註解 真正虛偽的 是那些總在你面前努力表現真誠的人 恐怖片通常都有很明確的目的 那就是要讓觀眾體驗恐懼的感覺 也因此如果有一部恐怖片不只能讓你害怕 但卻又同時能夠傳達重要的訊息時 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會受到影評的青睞了 在這個不能發出聲音的世界裡 進階這部優秀的作品卻震撼了全部的觀眾 男主角Elio是一位才華洋溢的17歲少年 愛看書也喜歡音樂的他 跟學者父母住在意大利的鄉間 在1983年的暑假 一位叫做Oliver的美國研究生來到了他們家 隨著相處 Elio漸漸地被Oliver的魅力給吸引了 而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暑假 Elio透過了和Oliver的相處 深切地體會了愛情的遺憾 這部入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電影 跟著法國有新浪潮之母的安妮華達 以及知名的攝影師街頭藝術家JR的腳步 走遍了法國的鄉間小鎮 把一張張當地居民的照片做成巨型輸出 並且張貼在牆面上 藉由這些大型藝術作品來分享當地人事物的感人故事 我們曾經替這部電影下過這句註解 讓人生這場旅程美好的 是沿途的回憶、眼前的目標和身旁的伴 在一般的印象裡 影評的眼光總是跟觀眾們不太一樣 也因此像《不可能的任務》這類商業大片 通常是不太容易獲得影評青睞的 但是阿湯哥的最新作品不只維持了高票房的成績 更成功地打動了影評們高票入選了這次的兩百大 在好萊塢為主流的電影產業裡 好萊塢以外的電影要獲得關注相對的比較困難 但是楊德昌導演的這部《一一》 不只以高分入選了這次的名單 更是獲得了全球觀眾和影評的喜愛 透過了小男孩洋洋的視野 一一細膩地傳達了許多人生中很重要 卻又容易忽略的事 我們曾經聽這部電影下過這句註解 生命中越是重要的事 越是容易在生活中被忽略 皮克斯的動畫片一直以來 在所有人的心裡都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 這次的兩百大名單中 皮克斯的作品就佔了十名 可可夜總會不只是一個原創故事 更融合了墨西哥的傳統節日亡靈節 透過了男孩Migiel的故事 讓我們見到了一個多彩多姿的王者世界 而這部電影同時獲得了影評跟觀眾的一致高分 就是在讚賞皮克斯勇於嘗試 帶入多元文化的視角 我們曾經聽這部電影下過這句註解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跟我們一樣有那種矛盾的心情 慶幸看過很多好片的同時 卻發現還有好多好片還沒看 如果你還想要看更多對於這些電影的介紹 還有我們的心得的話 可以看看這本新書 現在已經在各大通路正式上市了喔! 我們每週都會固定有新影片上線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就要記得訂閱 還要記得要按下小鈴鐺喔!